我講到我們討論到四十五分我六十五分鐘趕車好不好 我可以活著到車站嗎 如果十五分鐘夠不夠可以活著到那 可以嗎 如果我不能活著的話我就二十分鐘 可以嗎 老師司馬庫斯不是有溫泉嗎 沒有 那個照相那個簡章好像有很大的溫泉大家在那邊 沒有,司馬庫斯沒有問題,秀蘭有 那個是從哪裡的片子 因為有好多民宿很漂亮就在那邊抱溫泉 那個在前山 在堅持的前山有大概四個溫泉度假處 就是溫泉的旅舍,可是是在前山 第一那個在前山,因為這邊海白一千七 那我們要去的就要 因為旅遊仔都有寫司馬庫斯 還有這樣子就是有溫泉啊又很漂亮 司馬庫斯沒有溫泉我還是要講 他是在前山才有,後山沒有溫泉 除了秀蘭那個部落有以外 那他是露天的溫泉也沒有 也沒有到那個水量也沒有多到說可以拉管進去民宿裡面 沒有,那前山的溫泉 他是不是溫泉 這個都還可以打問號 就像說你們知道洪西高爾夫球場也有溫泉 我不曉得大家知道 洪西高爾夫球場也有溫泉 因為他把他打了一千公次 他打了一千公次 那那個是不是溫泉 你就可以看看,那個是地熱的 黑一千公尺都被水穿起來都是燙的 對啊,對 那叫我們去司馬庫斯跟正希堡要玩 我們自己要這樣去玩 要怎麼玩? 開車 你的建議,對 我們騎摩托車 兩個女人要去,要怎麼玩? 就給他玩啊 我不曉得你就勇敢的給他去啊 因為那裡 要先計畫,要怎麼計畫? 我們要去跟小朋友玩一些我們會的 還有怎麼樣? 我會建議你 因為現在這些地方已經大家玩到爛掉了 所以就是說 你如果會用網路的話 其實你可以 不會,我很現代 對,你可以 因為我們 包括我們現在 大部分我們要去玩 我們都是用上網 然後查 這個都不會啊 怎麼玩? 你如果要住宿的部分 在司馬庫斯他們是用預約的 那你先打電話 問司馬庫斯 就是你跟他講你什麼時候要上去 那你剛剛已經四百塊三百塊而已啊 四百塊 那麼便宜啊 嗯 住宿 嘿 算人頭 這樣子 對 那你先打電話在他訂房間 然後你就去吧 就這樣子 那我要去陪小朋友 要跟誰 誰 要去學校陪著他們做一些東西 那裡就要自圓了 對 因為 那個 國潮 真的是非常難 要請到他 我先不知道 你們有 相對 我看有一些年輕國伴 或者在教書的 有相對 原住民藝圖 或者相關 比較連累寫 想要跟他們說 我還是先回答一下大姐的問題 就是說 他們不見得需要你去陪他 對 所以就是說 但是你自己想 但是他不見得要 對 所以就是說 我會建議你 如果是學校那個部分的話 我的建議是說 可能可以跟 新光國小的 就是那個 司馬庫斯那個分班 你跟他 先了解 他們真正的需要是什麼 然後 我覺得說 我會希望我們的 一些 不管是物資 或其他人力的協助 是 由當地開出來的 而不是我自己想要給的 因為像這樣的問題 最常發生在 一大堆人把二手衣物 我不會 沒有 就是我們遇到一個 最大的困擾 是一大堆 一大堆人會送我們 二手的 衣服跟鞋子 然後好像把它變成 是一個回收場 就是專門送我們 二手衣服 然後大家都 有在抓狂 就是 因為我們已經 不是三十年 我們不是免 我們不是柬埔賽 就是 已經不需要 舊衣物 這些東西了 對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我會建議 不會上網的話 也沒有關係 但是 你可以比如說打104 然後你跟他說 你要 你要 找 新竹兼十的 新光國小 然後你就請他直接轉 過去新光國小 然後你可以問他們的老師 跟他說 你現在有可能怎麼樣的一個時間 那你也許會有多少人 你們有什麼資源 然後 問問看他們需要什麼 可是事實上 交通大學 有一個老師 帶著他們的學生 每個禮拜六 都會上山去做課業輔導 已經持續大概有兩年了 對 在新光 不是在斯馬古斯 對 其實這些工作其實 已經非常非常多的人在做了 對 所以可能 我會建議就是說 這個可能 直接用電話先談好 彼此雙方的需求 比較不會說 你去的 可是做的 不是他們要的 然後大家都彼此 就是都是好意 你出發可是最後結果都不理想 我說請問你喔 像你目前服務那個部落的話 在你這個區塊 你現在目前有沒有需要 就是說 最或缺需要的人家的協助 或者你有什麼樣的 中長期目標來做 有沒有具體的 需要大家來協助 我覺得是 我們現在 在 我自己在想像是 大概未來五年的 一個很重要的 經濟變革 大概是有機農業 如果你說 我們會需要什麼 的話 我會覺得說 當我們把有機農業的 的 就是工作戶 慢慢的拓展之後 我們會需要 銷售點 我們會需要 在屏地建立銷售網絡 這個是我們最直接的需要 我們需要有機農業的 銷售網絡跟銷售點的連結 那其他的部分 比如說物資的部分 那些其實並不需要 就是說 2012年已經沒有窮到 已經不像20年前這樣子 需要給 給衣服 給鞋子 然後給什麼書包 那些 已經不需要了 對 那 另外的部分 其實就是說 部落在整個發展社區 跟觀光化的過程 我覺得有個東西失去了 那個失去的東西是 公共性 community 那個公共的領域的東西 不見了 因為 因為 賺錢的關係 大家很會比較 出來一看 你們到今天有五台車 我們到今天一台都沒有 我都會賺兩台而已 那生前很壞 以前可能大家比的是 你家的水果誰種的多 種的大 現在比的是你們家門口停的車 遊客誰來的多 這種比較競爭的心理裡面 會造成我剛才講的渡恨 就是會覺得說 不然你比較好 你比較好就去做了 很多時候 他會把 公共領域的東西 糾結 就是糾纏那個私人的恩怨以後 他會變得比較複雜 就是說 本來是 大家會公共做一些 社區美化的工作 可能就是說 以前大家會 集體會社區做一些 服務跟勞動 可是你會看到 因為競爭的關係 然後產生這種比較心 或者是說 後來我就覺得說 我不想參與你們這些人 然後我自己 我就自己做我自己的 那這些 這些是我覺得說 在這幾年 大概十年的時間裡面 流失掉的 然後 但是是我想把它重新 對 就是重新把它 想辦法再把它做回來的東西 那你說這個東西要怎麼做 很麻煩 然後他沒辦法一次兩次 你可能要用 就如果你有 如果你有想做十年 你可以來找我談 就是說如果你有打算一樣 花十年的時間的時候 我監語才來找我 如果沒有的話 就不要找我了 對 我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 那你們覺得啊 就是其他的部落 其他的原子民的地方 他應該也有很多人想要嘗試 做這樣的事 就是發展像 斯瑪克斯 或是達阿里 這樣的東西 那你覺得為什麼 他們會一直做不起來 他們的癥結點 大的部分 都是哪些事 人性 你要把自己的錢拿出來 跟人家分 是 是一個非常違反人性的事 所有的部落最難突破的 這個是第一個前提 就是 今天 今天你爸爸給你一千塊 你進了教室 你跟全班同學說 欸!我爸爸我一千塊 來!大家來分 你會不會 你絕對不會 我今天就是要叫你做這件事 我今天就是要叫你做這件事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我跟你講 所有的部落都不要 可是他們要 他們願意 所以這個是他們 做得到別人做不到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那其實傳統的 就是 原住民部落都有分豬肉這樣的文化 邏輯就是大家有豬就一起吃 可是你要知道 在沒有冰箱的年代 你豬肉你不吃 泰雅族也沒有煙肉 沒有燻啊 煙燻那些東西 煎滑火腿啦 什麼放到燒鍋 沒有那種東西 所以 你東西你不吃 你會爛掉 所以呢 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分出去 我今天運氣好 我打到了 我分出去 明天 我可能腳受傷了 兩個月不能出門 我會不會有肉吃 會 因為人家會給我 所以他會互相的 形成一個原始的互助體系 可是當這個豬肉可以換成錢 錢可以拿來買東西 放在自己口袋 或錢可以放在自己口袋的時候 豬肉就不是這樣子分的 豬肉會賣去三產店 豬肉會去賣給人家要買的人 然後我會換成錢 我去買電視 買42吋的 我們家的電燈可能是 這樣就會來的 我會去買很多新奇的東西 可是我不會跟你分 那另外就是說 森馬庫斯他們比較特殊是 他們基本上是 只有九戶 以前只有九戶 那現在大概增加了 大概現在十五戶左右 到十八戶 大概一倍 因為有些人回來了 那基本上不管怎麼說 他們人口數都還是非常少的 非常非常 而且大部分都會有親戚的關係 所以 加上他們只有一個單一教派 他們只有這樣的教會 很多原住民部落有這樣的教會 天主教 真耶書 然後還有禁慶會 然後還有就是韓國的 禱告會 然後各種的奇怪的 教派教團都有 現在三地裡面最流行是靈恩派 就是那種禱告以後會靈恩的 那種教派 現在非常非常的流行 在各三地裡面 現在是最主流的 的信仰系統 那這些因素 都是聖馬庫斯 他很獨一無二的地方 再加上說他真的很偏遠 他很偏遠 就像達蘭一谷 為什麼可以做成功 因為達蘭一谷是死路一條 達蘭一谷的 你們應該知道 達蘭一谷從那個 從他的收費站一進去之後 他只有一條路可以到谷 所以他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機制來收錢 然後來養人 如果說你這個地方 你要知道依台灣人的個性 如果說不是只有一條路可以進去的話 你為什麼不要繞旁邊 我為什麼要花那個chess 一樣嘛 我們的習慣就是能省則省 能凱遊就凱遊 那他有太多 地理的條件位置的關係 教派的關係 然後當地的整個清除系統的關係 然後當地的整個清除系統的關係 還有就是 他很晚才開發 也就是說他不像很多地方已經發展那麼久 那麼靠近平地 他到了兩千 兩千零 就是他在19大概96以後才開始慢慢的 因為有路才開始有觀光 他們在1998、1999年的時候 彼此的競爭 競爭跟計較達到了一個高峰 那那個時候我跟台大一些人 台大就是森林系的 還有地理系的學生 我們台大一個司馬庫斯社 這些學生成立的 我們就開始跟部落來談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做一些別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開始在想 所謂的共同經營這樣的東西 那討論了大概三年 在2002年的時候 部落開始跨出這步做嘗試 那也就是說 整個部落在發展觀光 他走向共同經營 其實是十年內就轉向的 就是說他在發生很多問題之後 他就踩了煞車 然後就轉向共同經營過去了 那轉向過去就是我剛才講的 我最有錢 然後呢我把我說的錢都充公了 我們家有三棟民宿 然後我那麼多錢 我都拿來分給你們 這個不是隨便的人都做得到 你叫郭台銘拿出來 台灣相機啊嘛 你叫郭台銘拿錢出來 大家加薪他要不要 你不跳樓的話不可能 對啊你不跳樓的話 他不會拿錢出來的 他不會主動加薪的 對 我曉得有沒有辦法回答你的問題 還有嗎 我可能還只能夠在意一個問題 但是當司馬庫斯就比如說 現在是大約15戶 對20戶以內 那他以後的如果群體數 如果就像變多複雜度變多 那這請問之後比較難 現在就很複雜 你們可以去看公共電視 就是找BBC的那個導演來拍的 司馬庫斯那部紀錄片 在公共電視有 那你們可以看到他也講了 司馬庫斯其實即便是現在 他都是分裂的 我的分裂就是說 司馬庫斯裡面有一戶到兩戶 他們不加入共同經營 他們自己從來都不加入這邊 他們自己也成立另外一個協會 跟平地的財團合作 然後帶其他的他們自己的遊客上來玩 BBC他也有把這個現狀拍出來 也就是說他其實並不是一個和諧的整體 對 然後呢 這樣會不會 就像有點像破瘡效應 之後如果群體擴大 就比如說就像那一戶這樣 那其他的 這樣會不會就跟著 就 因為老師你剛剛說 這是違反人情 也就是說如果當有一個人 開始跨步做出這一件事之後 那當不是說十五或二十五或許 以後人口會變多的話 那這樣是不是錢後變得容易開支 未來不可知 我沒有辦法回答未來會怎麼樣子 我必須很誠實地講未來不可知 我們這一代的老了 或我們這一代走了 我們下一代接棒的年輕人 他們是不是想回到說 我自己的錢我自己賺比較好 我不知道 有可能 但是現在來說 他們大概也都看到了 這個機制運作的成就跟驕傲 這個機制讓他們變得非常的有名 而且這個有名讓他們變得賺更多的錢 他們不缺錢 他們非常有錢 真的 他們非常有錢 斯法庫斯現在的觀光 非常的有錢 嘿 所以 那他為什麼還要 就是他為什麼還要分裂出去 然後去賺更多的錢呢 他很有錢啊 對 他這個機制運作的很OK啊 至少到目前為止 當然他也有別的問題啦 但是就是說 大家其實都用了很多的 用了很多的心 想要維繫住現在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對 大家其實是想 是有心想要維繫他的 那 當未來分裂 我想就是像山口一樣吧 他就會 他是會癒合 他會找到他自己 對 他會找到他的 回應這些分裂的方式 人是有行動力跟思考力的 我不是那麼的擔心 對 這個擔心也是無謂的 基本上是無際於事的 對 謝謝 那15部都是原住民的家庭嗎 全部是 是 那如果在那個文化混種 或是像那個原住民的文化 那是不是還需要保留他們原有的一些 就是會需要協助他們 還是保留他們自己的部分 我想人類的文化在變遷 其實並不奇怪 文化會混種一點也都不奇怪 就像說我們現在在用的這所有的科技產品 就像你不是穿旗袍穿馬褲 就文化一定會變 文化一定會融合 文化一定會互相學習 我基本上覺得這個才叫常態 如果有一個文化到現在都還是穿旗袍 然後馬褲 然後 我可能覺得這反而是比較變態的 這是第一個 文化變遷是一個必然 第二個就是說 好 那原住民的文化變成這樣子 要怎麼辦 他不只是跟別的民族混喔 他有日本文化 他有美國文化 就像我們的三太柱是放韓國舞曲 不是嗎 你可以用旗馬舞來跳三太柱啊 我跟你講三太柱很快就會跳旗馬舞了 你會覺得說 不倫不類 不會啊很好看啊 對啊 也不錯啊 就是說 我基本上比較樂觀 這個部分我比較不是那麼的悲觀 覺得說這是一個人數 他會不斷的創造新的 然後有些東西會留下來 有些東西會改變 對 就是這樣子 那 可是我想說的一件事情 是說 我想說的一件事情 是說 不要隨隨便便的想要去幫人家 保存文化 就是說 在你還不懂文化之前 千萬不要想要什麼幫忙人家保存文化 就今天一個泰雅族走進來蹲下來 你能不能看得懂 這個動作的儀式跟意義是什麼 你可能都不曉得 那你說啊 欸 大哥還是 還是說 阿公我們來幫你保存文化 他可能會跟底宗子 去你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對 我們都太快跳過了那一個 那一個謙卑 對 虔誠 理解 對 種種的過程 而我們都太快的跳高一個制高點 我們可不可以幫你做什麼 我們可不可以幫你 這個是善的 但是這個善 因為前面這個東西全部都準備不足 所以每次都變災難 實際就是一個最大的災難 至少在我們山上 對 他們都很有愛心 每天呢 他叫你不要喝酒 每天都來跟你講不要喝酒 然後呢 走了以後 我講很久 然後勸你 然後走了以後就給你一個紅包 因為你聽他講了兩個小時 他總是要有點表示 然後呢 聽完之後呢 你很高興 因為你的酒錢又終於來了 呵呵呵 就是這樣子之類 可是他從來不會去問你說 欸 那你為什麼一定要喝酒 他不會去問你這種東西 他不會進入到你的心靈 他只想告訴你他想說的 他不會想要聽你想說的 這個是我覺得這種慈善的暴力 跟慈善的可怕 慈善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有一個人 有一個電視台每天都在跟你講愛 然後呢 男朋友跟男朋友都不可以砍手 不可以修金 然後他們就會生小孩 這個就是慈激大愛 超可怕的 你知道嗎 就是 我覺得它... 蠻肯蠻肯蠻肯蠻 它...它...太... 就是 這個是另外一種的思想過濾 對我來說 這個是另外一種的思想過濾 就是 就是...他把那些他覺得 不雅不良了 你看連共共電視 他都會打上一個mark 就是說裡面會有 暴力血� 因為劇情需要抽鹽 然後你不要學習 不要模仿 但是你可以自己判斷 可是你不能夠說 直接量莡總不能 無得 accomplished 你如果不可以放這碗,不可以放這碗,不可以放這碗,然後呢 就是,對啊,就是 我剩下了14分鐘 好,對不起 對不起,我可能真的要趕車了 有機會再跟大家聊吧 建於大學,中文系還是台灣系